我身边是特别爽的 底下是石头啊 小石啊 然后这边是远处的山 哇塞 你们都感觉不到我的这个状态 好 我们现在先锻炼一下啊 你们看我是不是特别的搞笑 这哥们儿可以啊 击倒了 我这个马拳银提拉王 看 哈哈 这有意思啊 来啊 给他搓个转啊 哎 过网了 你看 这哥们儿吃转 走 哇塞 远了 这没有鱼吃我食啊 一条没掉到 朋友们 光跟这儿收线了 大家好 沈体验啊 看见前面的VR的画面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朋友并没有玩过VR 所以今天给你讲讲新的VR设备 包括VR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挺有意思 这次呢 是新的Pico 4的这个VR的设备 很多朋友说呢 这个VR的设备会不会用起来特别的沉 包括看见有的VR设备后面带根线 确实是那是老的VR设备 但是这次的Pico 4它整体来说的重量相对于之前有了一个非常长足的进步 重量下降了很多 外件上现在的头跟尾的配重是比较合适的 大幅度的降低了坠脸的感觉 之前那个VR眼镜对吧 这么着压鼻梁子是非常难受的 而如今的这个眼镜的佩戴呢也很方便 你看啊 这么着直接就挂在你的脑袋上 后面单独的选紧 它的前面跟后面直接就可以把你的脑袋夹紧了 而顶上这个袋子甚至你都不用收紧 因为现在足够的轻盈就可以实现这个东西的固定了 它这个袋子不用收紧呢也就省着压你的发型呢 是不是特别的爽 同时呢我现在只要是在这个中间的保护圈外 是可以透过上面的摄像头看到屋里面的实景呢 但是其他的很多的设备看出去全是黑白的画面 这也是手滑呢看出去是一个模拟彩色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是能看清楚诸位摄像老师及镜头前您的 屏幕的方面呢单眼已经升级到了2160×2260的分辨率 双眼加在一起可以实现4K加的分辨率 是长角做到了105度 同时可以做到电动的无级的同距调节 而之前的很多品都只是几档 而无级的调节就可以适用所有人的同距了 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是可以解决了很多人玩VR比较难受的这个很大的痛点 外加上支持360度的环绕营声器的麦克风系统 很有意思啊 这两边呢就是它的具体的感应及操作的手柄 因为你在里面里面有手嘛 不管你在里面玩游戏啊打拳机啊打乒乓球啊 还是做健身 还是里面去操作各种各样的界面 都是需要这样的手柄跟感应器的 OK啊 基本上这就是这些 VR呢肯定还是玩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 接下来呢我给演示VR的几种用法跟玩法很有意思啊 OK啊 我们现在转场转到外面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整个Pico 4的VR世界里面的主界面 这个界面是可以换的 现在呢我这个背景能看到这边是地球 然后这个老刺激了 我脚底下呢是有一个圈 我在这个圈里头的时候 看的是整个的VR世界里面的画面 我如果出了这个圈 我整个的眼前就会变成了透明的状态 就看到了我身边正在摄像的这些老师 然后我走回这个圈 又蹦回了整个的VR世界里面 很有意思啊 好我们现在先锻炼一下啊 这边呢点超然一刻 哇塞 哈哈哈哈 这个还是很爽的 哦现在进到了超然一刻里面 我身边是特别爽的 底下是石头啊小盒啊 然后这边是远处的山 哇塞 外加上现在我站在户外 还吹着这外面的风 感觉真的野地 感觉一模一样啊 我现在来打拳啊 开始课程 哇塞 首先出来了一大堆的东西啊 哈哈哈哈 你们看我是不是特别的搞笑 哦得击碎 白的拿白的棒打 哎你别说 哎这还真挺锻炼身体的 我现在这个俩胳膊变成了两个拳套 哈哈哈哈 我前面是一个小伙子 那我我怎么走啊 摆动双臂进行移动 哦前后摆 我去这哥们这哥们可以啊 哈哈哈哈 贼真啊 激倒了 哎呀 我跟你说这玩意体力消耗的还真挺大 好 有意思啊 我们再打个乒乓球 开始打乒乓球 我这个马拳迎踢拉网 这有意思 下网了 这哥们和平球爱好者 你看我跟他打和平球没毛病 不会扣 这平方球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好球 出界了 过网了 你看这哥们吃转 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 走 没拉上 好 我们再换一个游戏项目 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一个中国的河堤边上 在钓鱼 我站在石头上 这还是挺有意思 还挺真的 这个感觉 来 现在准备甩根 走 哇塞 远了 这没有鱼吃我食 再来 这鱼很难钓 来 一条没钓道 朋友们 光跟这收线了 这游戏有意思 我们现在看一下你们最喜欢的视频 这里面就等于是有它的基于VR的整个的视频的逻辑 这个Pico视频里面有直播的小姐姐也有这边的各种各样的电影 包括有这边VR的演唱会 这些还是很爽的 这边有这个穿越宇宙 哇塞 这个银河中还是很爽的 这个片子有意思 这个站在这坐在家里面就可以整个在银河中 保揽 有意思 有意思 好 我们回到主界面了 就给大家演示这么多 你关键买一个才是最关键的 你才能玩的好的 VR东西刚玩的不久 所以每次玩都是有很强的新鲜感 这次玩Pico4 我觉得在一边玩的过程中就可以一边健身 这个确实是可以让你去消耗卡路里 外加上整个的Pico视频里面 通过VR来看视频 它的演唱会 它的直播小姐姐 它的各种各样沉浸在宇宙过程中 那个在家里面就非常的爽 真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的玩法 关键是这个价格只有2000多块钱的价格 同时还可以实现很轻盈的设备 外加上一个直接彩色的 透过设备的一个观察的屏幕 这些都是很新鲜的玩法 有点意思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Pico4 喜欢记得分享哦